欢迎一事后 李强在总理府同博尔内总理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 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深入交流 为中法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我此次访法就是要与法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中法关系高水平发展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法方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相互扩大市场准入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挖掘绿色发展等方面合作潜力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再上新台阶 明年中法将迎来建交60周年文化旅游年 和巴黎奥运年三年合一 要以此为契机 打造中法人文交流新高潮 中方愿同法方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为世界长治久安稳定繁荣贡献力量 李强强调 中方始终视欧盟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级 愿同欧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为双方开展长期稳定合作 创造条件 希望法方继续发挥积极影响 推动欧洲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和政策 畅想中欧合作共赢主旋律 博尔内表示 法中交流频繁 合作紧密 法方致力于同中方一道 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办好法中战略对话 高级别财经对话 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 深化双边贸易 投资 人文等领域合作 法方赞赏中方 持续传递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 不会采取针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措施 欧盟坚持战略自主 不支持脱钩锻炼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航空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